今天终于进入到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就是整本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 它就跟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 有一道生命核呢 从神的宝座那里一直流出来 经过城里的街道 在这个核的两边呢 有生命树 这个生命树呢 在一个月之内呢 它会结十二次果汁 它就像每一个月它都会结 所以我们看到树叶可以医治列国 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 城里有神和阳高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那这条核呢 它是一条生命核 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解释 核的旁边有生命树 生命树是什么呢 生命树就是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居住的时候呢 神明确的吩咐他们有两棵树 那个果子呢 是他们不能吃的 那第一个果子就是分辨善恶之果 第二个是生命树之果 那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这个分辨善恶之果之后呢 他们眼睛就明亮了 神就之间就在说话 他们不能够让亚当夏娃再吃生命树的果子 免得他吃了之后 他就有永远的生命了 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 他们就把他赶走了 可是到了新天新地 圣神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呢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生命树 这个生命树跟伊甸园那个生命树是一样的 代表我们吃的这个生命树 我们的身体是会得到医治的 是不会死的 是有神给我们的永远的 这个生命 是一个非常超自然的一个现象 在神的旨意里面呢 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下 伊甸园呢 也是有一条滋润的河 你读创世纪二章十节 你就会看到也是有一条河 圣神里面呢 也是有一条滋润生命的生命水的河 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对比 我们新天新地降临是为了来恢复 我们回到过去神最美好的创造当中 神要让这个混乱的 被罪恶污染的kiosk的这个状态当中呢 被神恢复 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 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蓝图 他已经铺垫 他已经想好了所有的规划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 经过城里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这个街道呢 其实它在原文呢 是单数 表明圣城内只有一条街道 而圣城的街道上却流着生命水 对应了主耶稣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说什么是道路呢 道路就是借着我 你才可以到那里去 最好像今天我们要出门 从我们的家出来就是一条马路 这个就是一条道路 道路可以似通发达的把我们连接到不同的地方 你要衡量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的发展呢 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它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当中最重要的其中之一 就是它的道路系统 它的交通运输系统是怎么样的 而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呢 我们也需要道路 而这条道路呢 只有一条 就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 而这条道路当中呢 也流出生命的活水来 医治我们 来更新我们 所以你看到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看到吗 这条街道当中 有一条生命水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圣经其实有很多的铺垫 有点像一个小说家 他发现一些伏笔 在某一个段落 然后他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他会揭开的时候 你就会恍然大悟 哇 原来神是这么有创意 神是心思细腻 所以弟兄姐妹 好好地读圣经 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 撒加利亚呢 他也曾经预言 有活水会从耶路撒冷出来 以西节也曾经预言 有水会由电 往下流至死海 这一切的预言呢 都应验了 就是生命水的河 那我们继续看第四节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 不再有黑夜了 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新耶路撒冷 或者说新的这个一天园当中呢 不再有黑夜 这个字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代表说 我们不再惧怕 不再恐慌 不再难过 不再爱上 不再痛苦 都没有了 连压力都没有了 感谢神 在这个世上有好多的压力 在天上已经没有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 谁要做王 圣灵说 他们 谁被光照 这个他们是谁 就是那些真正的信靠主 跟随之 我们一直到永生的那一位 就是你和我 我们真正信靠神 我们仰望神 我们寻求神 我们遵循神旨意的人 必永远长存 哈利路亚 我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必定执掌 王权 因为这是圣经 非常清楚地说的 第六节很重要 天使对我说 这些话是可信的 真实的 Amen 圣经里面 启示录所说的 完全是真实的 不要怀疑说 我怎么样做王呢 我都不配做王呢 是啊 我们真的是不配 但神就是给我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有祸了 你不相信 启示录所说的话 你就有祸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活在盼望里面 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 差遣了他的天使 把那快要发生的事 指示他的仆人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这个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这个事情很快的 就要应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因为神告诉我们的这个应许 快要成就了 已经讲了两千年 耶稣要来还没有来啊 别忘了 神所看的世界是千年如一日 神的日子非常快了 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盼望 主耶稣说 他必定快来 圣经里面所说的 必定要成就 Amen 赞美我们的神吧 所以当使徒约翰他扒下来 扶扶下来 他要去拜着天使的时候 那天他要说 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我和你都是神的仆人 仆人是不能够被敬拜的 只有一位上帝 主耶稣基督 他配得我们 服服敬拜 可是你想一想 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 他们常常会对着这些圣像 对着这些雕刻的圣徒呢 来向他来祈祷 这些都是错误的 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人类 她是肉身上耶稣的母亲 她不能够被敬拜 所以神提醒我们 当拜耶和华你的神 圣经只说 当拜耶和华你的神 如果我们在圣经以外 加添了一些人为的 一些观念 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观念的 包括去敬拜玛利亚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事情 我们要悔改 要回转向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是遵守这本书上的人呢 你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吗 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次亲自宣告祝福 遵守呢 原文是现在进行是 就是present continuous 指的持续的遵守 这是启示录中的第六个福 看啊 我必快来 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经文他就谈到 我们有福的 你持续性的遵守 你不放弃的遵守 你继续的遵守 present continuous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正在 我持续的 所以遵守神的话语 不是说我昨天遵守 今天不遵守 我就给三天堂 或者是我现在不遵守 我等到明天才来遵守 不是 神要我们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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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 遵守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 就是不要拜那个受 要持守在神的正道当中的人 持续的跟随神的人 遵行神的话语的人 都得这个福分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你相信 你相信启示录所说的 每一个部分都会实现吗 你相信每一个程序都会发生吗 你相信圣经所说的 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要得着永生的盼望 我们要得着永远的生命 我们在新年经济的时候 我们要复活 我们要与主永远的不分离 你相信吗 活出来吧 如果你相信的话 这个信心应当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会产生影响力 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的话 你会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 来回应神 很简单 为什么你会拿一张木的椅子 坐在风扇的底下 难道你不怕风扇会掉下来吗 你不怕这个椅子会饱掉吗 为什么 因为你的认知里面 你不怕是因为 你相信这个风扇不会掉下来 你相信这个椅子是不会断的 所以你就满怀信心的坐上这个椅子 打开这个电源 来坐在风扇底下来吹风 因为你相信 所以你产生了行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翰他一直说的是 你遵守相信 这个话是信实的 是可靠的 是真实的 他一直强调这个点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产生行动 就是去遵守 神的诫命 你敬畏神 你就要远离二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我们应该怎么活出来呢 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带着盼望 积极 正能量 一宿所有哭泣 早晨必要欢呼 Amen 所以第二个问题 你是否完全遵行神的旨意 像这个经文所强调的 他一直写遵行 你是否一直一直都遵行 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在读一段文字 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在让神的道跟我们进行对话 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应当会有反省的时候 反省我们的一生 反省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遵行 有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没有常常感觉到 是啊 我就是那个不符合标准的人 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话 你要悔改 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一个人 全然堕落的人 是不可能靠着自己来行善的 不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 只有依靠神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每一天你都带着你的软弱 来到耶稣的话语面前 让耶稣对你说话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怎么读呢 谦卑的心 把自己带入到情景当中 用神的话语来反问自己 我是否有遵行神 在这一点上 我是否没有遵行 第三 主耶稣很快要回来了 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应当注重什么东西 赚很多的钱 预备很多的财宝 这次的新冠肺炎 是一个让我们反省 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时刻 到底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 很多人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外在的环境 我们居住的条件 我们住的社区 我们所在的国家 我们手上的cash 我们的车 兼不兼顾 贵不贵 我们家里的防盗系统 好不好 我们在银行里面的 这个储蓄有多少 我们的工资有多高 我们的事业有多稳定 我们在公司当中 有多少人听我们的话 在家庭当中 是否没任何听我的话 控制所有的人 世界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所以很多人就为了安全感 而去追求一些东西 来满足自己的心里面的安全感 神不要这样 神要的是我们把安全感 放在祂的身上 所以你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让你去思考吧 感谢观看